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女人遇上爱情之后都愿意保持矜持 内敛 淑女 温柔的一面 女人认为这样可 已给男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而且爱情里男人原本就应该更多主动 更加积极的 两人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多半都会有一个比较暧昧的时期 女人对男人是倾慕的 如果男人对女人也有爱慕之心的话 她可以通过这几个暗示来判断她的心意 女人喜欢你的时候 这几个暗示很明显 一眼就可看穿 男人读懂了 看透了 自然知道表白的时机已然成熟了 要亲手做礼物给你 这世上有很多女人买不起的东西 但是也同样有很多东西 是花钱买不到的 比如当女人亲手制一条围巾送给你 你会感动吗 无论那条围巾 你会不会带出门 你是不是都在收到围巾的同时 也收到她的爱了呢 比如她亲手绣一个十字绣的钥匙扣给你 你每天都带在身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内心特别暖呢 手写的情书永远不会过时 手工的礼物永远不会过期 能买到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花钱买不到的爱与心意 才是最难得的 最珍贵的 最无价的 男人想要寻找的妻子 不正是那种可以把她放在心里面 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她的女人吗 如果有一个女人 愿意用别角的技术给 你织围巾 绣十字绣 千万不要嫌弃她的技术不够好 因为在每一件礼物背后 你看到的 感受到的 都应该是她的一片真心 二出去旅行时 想着你 尽管旅行的路上都是她一个人 但是每走到一个地方 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你 每逛一条街 每去一个景区 她都会在文创店 旅游纪念品商店逗留很久 直到她确定 哪件礼物最适合送给你 一伙是在她的头脑中筛选的结果是 没有配得上你的礼物 于是她就会转站下一个地方 旅行归来 当她拿着大大小小的礼物 送到你面前时 不要觉得她是一个购物狂 她可能都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什么 对你她却很搭方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 她无法把那座城市搬给你 却想把那座城市的气息带给你 让你一起感受一些 其中的滋味与温暖 爱一个人的时候 或许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也没有生死离别的危难 爱就是一点一滴的融入 一丝一毫的牵挂 一针一线的编织 一举一动的暗示 一个人的旅行她不会觉得孤单 如果将来可以有你的陪伴 对于她来说 应该是梦想照进现实了吧 三到你对她有比较亲密的肢体接触的时候 不表示反感 大多数的女人子比较内向 天生的羞涩让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矜持 不会主动跟你有过多亲密的接触 但是当你主动接触她的时候 她是不会拒绝你 小文就是一个安静内向的女人 当她的初恋闯进她的生活之后 她的内向和矜持 似乎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每一次男人 主动约她吃饭看电影 她都不假思索地应允对方 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女人 像小文一样 对于你的亲密接触 和单独相处不反感 你的邀请不拒绝 或许就能说明她对你 是动了感情的 相反和你一起吃个饭 都不太乐意的女人 对你可能就只有朋友之间的情谊了 情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 相信不论是哪个女人遇到了 都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珍惜她的存在 如果你遇到一个对你的肢体接触不反感的女人 要懂得珍惜眼前人 四每次跟你见面都是非常精致的妆容 做事也都小心翼翼的 俗话说爱美之心不可无 相信每个女人都爱美 希望爱的人可以看到自己最美的一面 所以每一次和你见面 她都会花费很多时间 在自己的着装和妆容上 把自己打扮成精致的女人 除了想让自己的外在 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 还希望内在也能给你留一个好的印象 所以在你面前 不管是说话做事 她都很小心 害怕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小美就是个精致的女人 在她暗恋的阿强面前 她更精致 每次有阿强在的场合 她都会花费将近两个小时打扮自己 生怕自己的美 不足以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 其实生活中 像小美这样的女人有很多 只要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就是精致的自己 不会抱粗口 不会说话不过脑 遇到一个如此在意 你对她的看法的女人 千万不要不思考 就评论对方臭美 更不要说对方浪费时间 没有时间观念 因为她这么做 都是为了让你看到更好的自己 我不管你跟她聊什么内容 都不敷衍 女人是比较细心和专一的 一旦对一个人动了感情 就会全心全意地对她 跟你聊天自始至终 都会保持一心一意的状态 从来不会敷衍你 可能有的时候 你跟女人聊的内容她不懂 但是对你动了真情的女人 是不会随意敷衍两句 就草草地结束这个话题 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查阅资料 寻找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 虽然说爱一个人 不是一味地顺从对方 但是爱情就是建立在 彼此了解的基础上 如果你们之间丝毫不了解 说话做事也不知道 对方的底线是什么 所以爱你的女人 在跟你聊某个话题之前 是做有工作的 一个愿意为你学习 适应你的生活方式的女人 是很难遇到的 如果你遇到了 千万要珍惜 缘分会让你们相遇 会萌生你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想要让你们的感情走到最后 靠的还是彼此的态度和诚意 即使你已经拥有了真爱 也要学会珍惜 拥有并不意味着 你们真的能够走到最后 总而言之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女人 不拒绝你的亲密接触 跟你聊天从不敷衍 而且很在意自己在你眼里的形象 那就意味着 她对你动了真情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